大家好 洛杉磯 耳湾的地產經理理斐 大家好 我是David 大衛說 今天我跟大衛一起為大家帶來我們團隊最新的listing 在耳湾的Narville Park 耳湾Grad Park最核心的區域地段 兩房的一間condo 然後我們這間房子是1499尺 兩間房三個衛浴 帶兩個車庫 其中有一間房 現在租給了一個長租客 每個月的租金是2400塊錢 這個房子結構上來說非常簡單 沒有很多可以介紹的 一樓進門是一個客廳 你可以用作會客的地方 也可以用作家庭健身房 或者是辦公室 在後遺形時代比較受歡迎 二樓的話 像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大開間 我們的廚房餐廳 另外一片客廳或家庭的區域 加上一個陽台全部在一起 然後到三樓的話是我們大概有兩個房間生活區域在上面 然後到三樓的話是我們大概有兩個房間生活區域在上面 然後每個房間有自己的洗浴還有自己的衣櫃 前面我拍過一集視頻跟我的另外一個同事叫Ashley 講過在爾灣或者是熱門的這種月租的區域做短租會非常非常的popular 這個房子兩房在大公寓來說我們曾經有一單訂到過6000塊錢一個月 他還跟我說到6500塊 更不一樣 今年行情會更惹 甚至會租到更高的價格 對 所以長租我們有一個租客2400塊 你可以選擇繼續跟他續約 或者是請他走month by month的合約 或者是你把它整租出去 租金大概在4000塊錢左右 那你如果做月租的話我們團隊可以幫你打理租金大概在旺季6500 單季的話也要5000多塊錢 這樣一個收益 最重要的是這個房子所在的位置 Novel Park在始建當初就是Grad Park的明星社區配套非常好 那整個Grad Park的社區的像泳池啊 這些clubhouse都是通用的 我們待會兒去看一下 更重要的是這個房子所在的整個大公園區域 未來的發展非常的值得期待 非常大的潛力 大家去看一下體育公園啊 冰廠啊以及即將開園的水上樂園 讓你知道這個房子不僅做短租收益好 而且長租 你後的它的value將來都會增值很多 好 我們來到Novel Park的community center 對 我們住在condo裡面的住户 你的室內空間會非常好用 利率很高 但是你沒有single family house的院子 所以你的室外空間就犧牲掉了 那麼住在condo的社區 你可能就對小區的戶外空間要求非常高 為什麼Novel Park是網紅社區 大家都很喜歡這個社區 因為這個社區的community center 設計的非常好 非常現代化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背後是一個建築風格非常獨特的 這個叫做小區的會客室 如果你家裡來超過比如說10個人 很擁擠的時候 你可以邀請大家 不用去到外面的餐廳啊 那些地方 就在小區的會客室就行了 這裡我看兩層高大小空設計的非常現代獨特 可以容納大概50到100人 我覺得很漂亮的 裡面有簡單的餐台啊 可以大家在這裡辦party等等 生日party還是什麼的 它的後面是一個兩層的大露台 你平時可以使用的 比如說現在上面有這張朋友 你拿個電腦過來辦公都可以 那我們面前是一個狗狗的公園 遛狗一大片草坪非常舒服 我們的右手邊過去是另外一片 Social的休閒的區域 有椅子 有樹蔭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小餐廳 早上7點到2點鐘營業的 我們現在錯過了時間 不然可以去搞點吃的喝的 沒錯 對 然後我們左手邊 你看有一個帶鞦韆的搖椅的辦公桌 可以在那裡吃東西也好 跟朋友聊天也好 甚至是辦公都可以 很放鬆 在那邊 對 我們是一個BBQ Area 小區裡提供免費的燒烤的餐台 然後有這個生火的地方 所以整個這個社區中心非常好 彌補了住condo的用戶室內空間之餘 想要在室外活動的這種需求 對 沒錯 所以Nord World Park 它是網紅社區是有原因的 這個社區的氛圍非常有利於鄰居 愛狗的人士 結交朋友 所以住在這裡的人 其實蠻有認同感的 對 還有優越感 好 大家可能會奇怪說拍了半天 游泳池在哪裡 南加州這麼好的天氣 為什麼沒有泳池的配套 那Nord World Park呢 它有兩個HOA 一個是它本身社區的HOA 這個HOA cover你的外牆 屋頂這些保險 所以你買房屋保險的時候 費用會便宜一些 另外一個HOA就是整個大公園社區的HOA 它會提供大公園的Amenities給你用 比如說我們身後的這個The Pools 裡面有奧林匹克競賽泳池 有小孩玩的休閒娛樂泳池 所以不要擔心說 Nord World Park看起來沒有泳池可以用 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 而且到處都是公園 You just use both 更令人激動的是 在大公園我們正在建設的水上樂園 再过大概一两个月时间就可以对外营业了 接待我们大公园周边的游客 像这样的项目大公园还有很多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反复的介绍过了 很多在规划中的 很多要听证的计划建设的 比如说已经确定的有步行街 有像Woodbury Town Center一样的plaza 有酒店 那正在准备规划进行听证的 有是不是要建高尔夫球场 野生动物公园 水上漂流公园等等 那已经建成的是 我们号称美国最大的城市体育中心 Garrett Park的这些运动场 我们足球场是十个十个的建 各种棒球场打篮球的地方 刚才David提到的冰场 这里面有安纳汉们冰球队 在这里训练的基地 有美国花华锦标赛国家队训练的基地 包括我们奥运冠军Nissan 他是叫Nissan羊还是Nissan 他在这里诞生的 他在这里训练 所以大公园未来的发展会非常的蓬勃 那最后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下价格 很多朋友说我们不包价格 所以我们不包价格是想让大家留言 积极的留言跟我们互动 稳多少钱啊 我们回复你们 那这一件就直接告诉大家吧 是99万9888 是的 华人无主追求我们这个数字的吉利 大家可以大概粗略的理解为100万美金 大家可以算下这个数字 100万美金短租或长租的出售笔 关于其他的cost像地税啊 麦克鲁路斯等等 有更多的详细的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系 是的 本周六周日呢 我们也会做Open House 没错 David会在这里等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实地参观 我们团队还会有其他的更多的房源 所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Stay tuned 大卫说 Let's go 拜拜